手卡这么一打呀 别的咱不垮 垮一垮 李湘奔李响的李湘 这的话得说慢一点 好 来说一说 昨天呢 风光大驾的李湘同学呢 是签约深圳卫视 一个新东驾 同时呢 昔日青涩的女主国 这回摇身一变 就成为了李富总监 没有台长和副台长的说法 都是总监和副总监 那我目前是在深圳卫视 担任副总监 主管的是深圳卫视的品牌推广 听说你好 是八卫视副的签约 湖南卫视和深圳卫视 给我的薪水和待遇 其实一直来说 我都非常满意 当天算是李总监大喜的日子了 前内以人脉广 人缘好 主称的他 现场也迎来了 自己的一位小伙伴 有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的黄毅 赶来为李箱站台 请问自不用说 只是有点遗憾 李箱的男闺蜜何久 当天没有到场 这是何老师特意为香姐 送上的999朵玫瑰 999朵玫瑰 我当时送给爱人的 但是因为我跟何老师 应该谈了将近17年的恋爱 李老师何老师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我们俩什么 被发现了 子怡啊 拍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 来上快乐大饼 然后跟何久 那两个人很稚嫩的在跟他互相的吵开 那转眼 这个事情也过去了 大家都长大了 黄毅来了 何久的999朵玫瑰也来了 现场还有一大惊喜 那就是由歌迷制作的李箱 昔日珍贵视频 表情是你的精彩表现 才会让我们焦点上 你不几十分钟 谢谢今天 今天是有快乐大饼 5C的香蕊 希望我也是最好的朋友 我早会觉得我越来越好看 你说一下 从原来的青苹果变成了现在的红苹果 我也不太敢看以前的荧幕形象了 好 好